我想今天很多喜欢电影的朋友,只要一说起黑帮片,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香港电影,想到那些讲述黑社会大佬们,古惑仔们,杀手们和卧底们的故事。 但我想给所有喜欢香港黑帮片的朋友们一个建议,那就是去看一看1972年的美国电影《教父》,对,就是那个电影史上赫赫有名的《教父》三部曲系列电影的第一部, 也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一部,这是美国导演弗朗西斯·科布拉和大明星马龙白兰杜·阿尔帕西诺等人联手打造的经典制作, 他也可以说是世界电影史上把黑帮片变成艺术史诗片的创世纪制作, 这部影片问世以来,对包括后来的香港黑帮片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类型影片的创制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72年这第一部《教父》的故事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讲述了维多·克莱昂这位美国纽约黑手党教父及其家族的一段传席。 《教父》维多·克莱昂在为他的女儿康尼举行盛大婚礼时,他正在书房里安排惩伴两个强奸了兵衣伤的女儿,却被假释的坏蛋, 还帮助演员方丹取得在一部电影中担任主角的资格。 《教父》的小儿子迈克尔和他的女友凯一起参加了妹妹康尼的婚礼。 不久,一直坚守着绝不贩卖毒品这个原则的教父,由于没有给毒品犯索罗佐提供方便, 教父与纽约其他几个黑手党家族之间的矛盾被激化。 就在圣诞节前夜,索罗佐居然劫持了教父的女婿汤姆,并且安排人暗算枪杀教父,教父受伤,被送进医院。 索罗佐挟迫汤姆,要他想办法让教父的大儿子桑尼与自己重新谈判,并同意买卖毒品。 教父的大儿子桑尼虽然一直协助父亲处理事物,但桑尼常常有勇无谋,容易冲动。 他很想报仇,却不知道该如何具体实施报仇计划。 教父的养子哈根律师也被绑架,他的贴身保镖也被杀害。 索罗佐甚至还想继续追杀住进医院的教父。 因麦克尔的警觉而未能得逞。 为此,索罗佐贿赂警长,时期打伤麦克尔。 教父的长子桑尼和麦克尔决定复仇。 与此同时,各黑手党家族之间的火拼也已经一触即发。 精明能干的麦克尔设了一个局,又使索罗佐和警长前来谈判。 就在一家小餐馆里,麦克尔用事先藏在厕所内的手枪,出其不意地打死了索罗佐和警长。 麦克尔在巧妙地枪杀了索罗佐和警长后,逃往西西里岛。 在那里,他娶了一个名叫埃博罗尼亚的女人为妻,过着身居检出的世外桃源生活。 而纽约各个黑手党家族间的仇杀却越来越激烈。 桑尼在被妹妹康尼的丈夫卡罗出卖后,被杀手们开枪扫射而死。 杀手们也没有停止过对麦克尔的追踪,知道大哥被杀死的消息后,麦克尔非常难过,而他自己也受到了袭击。 麦克尔的保镖法布利西奥已经被人收买,他在麦克尔的车上安装了炸弹。 麦克尔虽然幸免于难,但他的妻子埃博罗尼亚却不幸胜亡。 老教父不得已向美国五大黑手党家族首领做出让步,条件是使小儿子麦克尔能够从西西里岛平安归来。 一年后,麦克尔与他爱结婚,麦克尔成为父亲的接班人,老教父安度晚年。 某一天,老教父在与孙子玩耍时,突然失去。 随着老教父的逝去,帮派之间烽火在起,麦克尔开始一心扑在扩大家族势力上。 他尝试收买另一家族的赌场,并在康尼的儿子受洗礼时,派手下杀死了各家族的首领。 他还亲自安排人,当着自己的面勒死了妹夫卡罗,为桑尼报了仇。 麦克尔的妹妹康尼哭闹,指责他杀了自己的丈夫。 麦克尔的妻子也问他,这是不是真的? 而麦克尔对妻子说,永远不要过问我生意上的事。 新一代教父麦克尔诞生了。 时事求是的说,今天我们重看这部经典之作,虽然它是一部长达近三个小时的电影作品, 但却依旧不会让人觉得它冗长无聊。 我想,这可能除了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够精彩之外, 也因为这部电影自问世以来,很多场景、桥段、画面、构图、人物造型都已经被很多同类题材和同类型的影片一再反复使用。 使得我们在视觉上对于教父会感到很新鲜、很舒服,就像见到一位熟悉又陌生的老朋友。 如果你不信,我建议大家对比一下,1972年的教父里面,康益的儿子受洗礼时身处仪式现场的麦克尔正在场外实施着他清除其他几个黑手党家族首领这个段落。 与2003年香港电影《无奸到二里面》由吴振宇饰演的黑社会社团首脑尼永孝, 在警察局与警察对话时,他同时也在实施为父亲报仇,清除社团几个堂口老大的段落。 这两部相隔30年的黑帮电影中的这两个平行蒙太奇叙事段落几乎一模一样。 教父是电影史上难得的,似乎一直都没有过时的影片,而且令人常看常心。 而这部影片当年在美国公映的时候可谓是横空出世,他把犯罪拍出了奋斗的力量, 他把阴郁的家族教父拍出了沧桑和体面,把黑社会家族的自我进化拍出了追逐美国梦的史诗感与传奇色彩, 也拍出了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的无奈与宽容。 我想就像当年的影评人用这样一句话高度概括了他们对教父影片的肯定与推崇。 他们说,影片提供了一部杰作可能提供的一切。